近期 乙军持续在加沙城进行军事行动 并散发传单 要求所有居民离开加沙城 受此影响 许多居住在加沙城的巴勒斯坦人 不得不逃离加沙城 去别处寻找栖身之地 在加沙城郊区的街头 许多巴勒斯坦人带上了能带走的全部家当 成群结队 扶老邪幼 全家踏上了逃亡之路 阿依莎也是其中一员 他告诉记者 自己正在逃往加沙地带南部 因为乙军持续的袭击令人恐惧 本轮巴以冲突爆发前 加沙地带约四分之一的居民 都居住在加沙城 尽管目前加沙城已经成为一片废墟 但仍有数十万巴勒斯坦人在城中生活 刚刚逃离加沙城的莫娜表示 她其实并不想离开 许多加沙城居民也是如此 在被迫离开加沙城后 她一路上经历的苦难 很难用语言形容 很危险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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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正在寻找沙城 连先生们被灭塔 连续 是尽管我对警察 没解释,尽管他没关险 但我還要站在身體上 好 好 好